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本题 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这两个物体在震荡 当我们把两个物体拉开以后 它的弹簧收缩 然后发生震荡 因为你放手的时候它是静止的 放手的时候是从静止开始 所以它的直心根本就不动 因为它的外力的合力等于零 两个物体都是对着直心在震荡 这个时候它的震荡情况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样的 要记住 凡是两个物体相对它的直心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解决它的震荡周期 它是不是简洁运动 正当周期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系统当作是一个物体 当作一个物体 OK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物体 好像这个样子 当作一个物体 但是这一个物体对这个弹簧 这个弹簧就跟它原来那个弹簧是一模一样的 一端是固定在墙上 一端才是接到这个物体 那从它的原长就是它的原点 那这个物体的质量啊 不是用M1也不是用M2 它是用μ μ呢就是它的索减质量 μ分之1等于M分之1加M1分之1加M2分之1 这种情况增长是一样的 当作一个物体 OK 那么不单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看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有两个质点 它的质量是M1跟M2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是R M1 M2当中的距离是R 它绕它共同的执行 以角速度Omega在运动 现在要求这个系统的总动能是什么 系统的总动能 好 那么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如果要按照从前的做法 我们就说M1有动能 M2有动能 就是二分之一M M 然后I I就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R1 平方Omega 我们可以把这个I1Omega 平方 那么这个I1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M1 R1平方 M1R1平方 I2呢就是M2 R2平方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这是第一种方法 好 这种方法做以后啊 那么我们用这种方法做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就两个动能加起来就是总动能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把这个物体当做一个质点 它的质量呢是索减质量 它相对于另外一个 它在做这个圆周运动 也是Omega的圆周运动 半径呢就是这个R 大R不是R 就是R 不是R1也不是R2 OK 那可以当做这个样子做 如果当做这样做的话呢 那就简单的多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从这个问题来看 你看M1与M2 直行O 在O点 它的距离呢 M1距直行是R1 M2距直行是R2 当然R1加R2要等于R了 那还有其他的关系 因为直行 直行的这个位置 我们任意一个参考点 它是等于M1R1 叫M2R2 这是总质量 因为我们把这个 现在把直行的位置 当做0了 当做0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等于0 如果不是当做0的话 就是RCM等于 等于这个分数 现在我们把这个当做0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分子等于0 M1R1 等于-M2R2 这是向量 我们就有M2 要等于M1 over M2 乘上R1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式子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式子 带入第一式就得这个 R1要等于M2 over M1 叫M2乘R R2呢 要等于M1 over M1 加M2乘R 那就是这两个距离 跟质量 还有R的关系 找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 以这种方法来做 两个物体的动能 转动动能之和 好 那I1就是M1 R1平方 I2是M2 R2平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EK就是这个系统的总动能 就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R1 R2都带进去了 好 我们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画成这样以后啊 我们就把这一项 M1乘M2 over M1加M2 把它当做是μ 当做μ 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索减质量 索减质量 那么索减质量乘上R2平方 就是这个 这个系统 用索减质量来算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 那么这个 这个 EK啊 就可以等于这个 这个东西 好 这个 Iμ就是 两个质点的索减质 索减转动惯量 μ是索减质量 这个是索减的转动惯量 所以以后 像这种题目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什么呢 你现在只有一个物体 质量是μ μ是这个 μ 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 距离 圆心R远 在这里 R就是原来两个质点的距离 两个质点间的距离 以Omega的角速度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它的动能 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们来看 阻尼震荡 dent oscillations 我们前面讲的减转运动 它就是震荡的一种 不过它的震荡是对称的 对于它的对称点来说呢 平衡点来说是对称的 那么这种震荡 我们是假设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之下 就是说空气的阻力 一切的阻力都不算 所以这个系统一荡震荡 它永远震荡下去 永不停止 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理想状态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情况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总是有一些阻力 像空气阻力 你如果摆在平面上面 平面上总是有一些摩擦力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会有阻力跑进去 这种阻力呢 我们把这个图画在这里 原先我们是说 这个物体 它受的力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个力 在这个地方来回震荡 一旦震荡以后就永无休止 除非你外力干预它 让它不动 否则它就一直震荡下去 但是我们实际上呢 它在震荡的时候 除了这个力之外啊 还有一个阻力 阻力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 这个力是等于什么 它是跟速度大小成正比 方向相反 比如说 这个物体朝这边去的时候啊 朝这边回来 这个力 比如说它朝这边回来 速度朝这边 对不对 阻力就是朝那一边 当这个物体朝那边去的时候 速度是朝这边震的 好 这阻力就是朝这一边 那我们用这个 FR来表示阻力 OK 那FR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就是阻力了 延缓力 我们叫做retarding force 延缓力 那么这个B呢 这个B呢 常数就称它叫做阻尼常数 阻尼常数 好 现在我们 多了一个这个力以后 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用动力学来看看这个物体的动力方程 它的合力 它的合力 X方向的合力 我们按照这个来讲 按照这个来讲 它这个 负 KX 它是朝这边 朝这边 朝这边 OK 那么 它的V呢 V 那就看我们这个 这个时候 它在这边不见得去 一定是朝这边运动 有时候可能会朝这边运动 我们假定它 是从这里荡过来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速度朝这边 因此它的阻力也是朝这边 负的 也是朝这边 OK 这是合力 那等于MA平方 A平方就是D平方X over dt平方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这两项都调过来 把M除一下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各位现在不要看到微分方程就怕 还没学到以后会学 不过你就先说 有这么一个微分方程 第一平方X over dt平方 再加上一个 这一项是DX over dt 系数是B over M 再加上一个 在X项 它的系数是K over M 像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我现在不要理解 我只要你看它的结果好了 就说这个式子 我们解除X跟T的关系呢 是这个样子的 你现在还没学到嘛 那我已经这里告诉你 它将来 你学到以后你就会知道 它的解是这种形态 你看 如果Exponential 负B over 2M 乘T 这一项没有的话 当作E的话 那A cos omega T加 Theta 这不就是减血运动吗 对不对 现在多了一个阻力 多了一个延缓力 结果它就多了一项这个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它是作用在这个 政府上面 原来如果做减血运动 它的政府永远是A这么大 这么来回的政大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 就是说它的政府啊 是随多时间衰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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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越来越小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Omega呢 跟原来我们这个 减血运动的Omega 不太一样 现在这个Omega呢 它是等于这一项 原来的减血运动的Omega 就是等于更好K over M 现在多要多减一项这个 这个就是原来的 就是说没有阻尼的时候 它的这个小频率 K over M 开根号就是Omega 0 OK Omega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F0 等于Omega 0 over 2π 就是这个用Omega 0来表示的 这叫做这个系统的自然频率 自然频率 所以没有阻尼的时候 它的频率 OK 我们现在将 这个式子 跟原来这个理想的 这个险血运动的式子 做一个比较 这两个做比较 就说这个式子呢 是这里头 政府的旁边 多了一个这个 这个因子 那这个因子会做什么 作用呢 就是让政府随时间 成指数型的地前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中置停止震荡 它的情况就像这个 你看它的政府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禁止 那它的政府你看 随着时间衰减 这个虚线就是代表这个 如果没有虚线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exponential 像不要 就是A 永远都是这么大 永远 永远都是这么大 永远都是这么大 多了一个这个 就是不断的衰竭 这种形式的震荡 我们称它叫做阻尼震荡 就是它震荡的越来越小 就是有这个延缓力的时候 它的震荡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震荡 跟延缓力有很大的关系 延缓力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 像这个 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刚刚讲的 多了一项这个东西 OK 那么 它这个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FR 这个大小 B乘V 远小于KA的时候 远小于KA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震荡 也是有震荡 不过越来越小 这个是处于叫做 B阻尼震荡 underdamped 那么当这个B值到达一个临界值 到BC的时候 临界值就是使得 这一项 B over 2M 就是BC over 2M 当B等于BC的时候 这正好等于Omega 0 就是它的 自然震荡的频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曲线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这个样子 它不震荡了 它不震荡了 你从这一放手 它就慢慢慢慢 从这一下子衰减到这里来 那这个叫做什么震荡呢 叫做临界震荡 critical damp 那么这个状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就是系统一旦从某一非平衡状 平衡位置释放的时候呢 系统会在接近平衡位置的附近停止震动 不会跨过这个平衡位置 它这个附近就停止 它不会跨过这个地方 这里是它的平衡位置 X等于零是平衡位置了 下来 如果这个延缓力 BV大小比KA要大的很多的话 这A就是它原来的正伏 那么你把这个 把这个B 把这一下B over 2m乘T 这个东西就远大 这个BC over 2m远大 就大于这个Omega 0 大于Omega 0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Omega 0 大于Omega 0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系统叫做在高阻尼 或者是过阻尼的状态 曲线就好像这个C阻一样 从这里 一旦从某一平衡位置释放 这个系统不会产生震荡 只逐渐地回到平衡位置 逐渐地回到平衡位置 那么以上是讲的阻尼正当 就是说我们一个原来一个系统 如果都没有阻尼的话 它受的是恢复力 它就做没有阻尼 没有阻力 它就做潜邪运动 一旦开始运动 它就永远运动下去 如果有阻尼的话 就是有阻力 或者叫延缓力的话 它的震荡就变了 对不对 或者是越来震荡的时候 政府越来越小 或者是说它根本就不震荡 一释放以后 它就慢慢地衰减到平衡位置 那个叫阻尼震荡 好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都是有阻力的 所以一个系统 如果你让它任意地自己震荡的话 最后它就停止不到 就不震荡了 好 你要它永远震荡下去 怎么办 比如说你这荡秋千 你推着 把一个人推出去了 它在震荡 你不再理它的话 那么它就越震荡越小 越震荡越小 最后停止下来 你要 比如说你带你的小弟弟去 荡秋千 你要他高兴 你就让他一直荡啊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适当的时机去推他一把 就是一定的时间 去推他一把 那这种震荡 我们称它叫做强迫震荡 forced oscillations forced oscillations forced oscillations 就是说 我们除了刚刚的 那个系统 受了恢复力 还有延缓力之外 我们另外加一个力 这个力是有周期性的 它是在F0乘3 omega t 就是说我们以这个omega 这也算是一种频率的 小频率的 来推它 那么就让它可以产生震荡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原来只有这两项哦 对不对 原来这两项等于这个 现在多一项这个 多一项这个 加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微分方程 就变成这样子了 你也不要去忧虑说 这个怎么解 我们现在不要 不要各位去解它 我们只要看它的 情况就好了 像这样的一个 微分方程呢 它的解x跟t的关系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看起来好像是以前那个减血运动 对不对 但是不是 以前的减血运动 这个A是等于常数 现在的A不等于常数哦 是这样的常数哦 以前的omega就是omega零 现在不是哦 现在的A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一项 A 这一项 A等于这个 omega零 等于根号 k over m 这是这个系统的自然频率 当驱动力 F0为常数的时候 就是omega为常数 F0等于常数 omega又等于omega零的时候 就是你驱动它的这个 就是你推这个 我们讲秋千好了 你推秋千的时候 你这个 一定的时间推它 你的omega 小频率正好等于这个秋千的 自然频率的时候 这一项就是零了 就剩下这一项 对不对 就是零了 它的正幅呢 就等于这个东西 omega是omega零 你这个平方开出来 就是bomega m跟m约掉了 就是这个 A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A 跟omega的关系 画出来 这个omega就是你推它的频率 你外面强迫它震荡的时候 的频率 omega零是它原来的自然频率 那这个时候它产生的正幅 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关系曲线 这个关系曲线 这个是拿来做参考 你可以看的 当这个系统的阻迷很大的时候 就是b值很大的时候 这个很大 分母就很大 分母根就大 那a就比较小了 所以在large b的值的时候 它这个曲线是这样子的 a跟omega的曲线是这样子的 很低的 这个值很低 如果阻尼很小的话呢 这个分母就变小了 相对的这个整个分数就变大了 如果这个很小的话 它这个就比较大了 就是说它每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这里大 这里比这里大 这里比这里大 OK 好 如果驱动的频率 就是你推它的频率 很接近很接近omega零 这个几乎是零的话 最像是零 哇 那这个就变得 分母变得很小了 哇 那这个曲线就抖增 就很抖增加着 突然就增加 这个状况我们就称它叫做共振 resonance 共振现象 那最大的共振就是 当omega等于omega零的时候 那么这个omega零 我们就称它叫做共振频率 resonance frequency 如果在共振状态下 就是 omega等于omega零 又不受迟缓力 这个等于零了 或者说这个接近于零好了 不要等于零好了 这个又小的不得了 那这个分数就大的不得了 对不对 那 amplitude approaches infinity 就像这个样子 哇 这个画不上去 这是太高太高 OK 这三条曲线在omega等于omega零这个地方 它的相对的A值 都有最大值 A值都有最大值 OK 因此驱动力F 你震荡气速度 有相 这个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最大呢 就是说 你震荡气 震荡的这个速度 跟推的力 就是说这两个的频率 相同 然后呢 就是同向 同向 就好像你这个 荡修签 你要推他 你怎么推啊 那一定是当他 当到最高点的时候 你轻轻一推 又等他回来 在最高点的时候 再一推 你推 跟他震荡的频率啊 你的频率 跟他震荡频率 一样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越震荡越大 越震荡越大 但是如果说 你跟他不同向 他从那边 当回来 当到最低点的时候 最快速度 最快往这边 你这个时候 用力一推 会不会震荡的很大啊 不会 你一推他出去了 这个人出去了 这个震荡就 就停止了 就不能玩下去了 OK 那么 因为 这个时候输入震荡气的功率啊 因为是同向 所以他的功率最大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阻尼而损失 使得震荡 累积的能量 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嘛 大于 因阻尼而损失的能量 你每一次都有能量输入嘛 他每次都有损失嘛 或者你每一次的能量都大于他的损失的话呢 那他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现在 这一章就是等于我们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讲一个例题 OK 讲一个例题 注意看这个例题 这里有个圆柱体 圆柱体 它连在一个弹簧上面 这圆柱体的半径是R 质量是M 这个弹簧的立常数是K 立常数是K 我们现在如果 把这个物体往这边拉 左边拉 使得弹簧伸长一点 比它原来的长度伸长一点 然后你从静止开始释放 以后这个 这个 这个直心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这个圆柱体呢 就是一下子往这边滚 一下子又往这边滚 那我问你 这个运动 我们看直心好了 直心的运动是不是减歇运动 如果是减歇运动 那么他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那么我们先用动力学方法来解 你要看他做什么运动 你就要把他的动力方程式写出来 动力方程式就是F等于MA这些写出来 那你要列动力方程式怎么列 把他所有的外力都画出来 对不对 第一件 外力都画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里MG超距离经过他的执行 然后接触点呢 本来有切线方向的分力 跟垂直方向的分力 切线方向的分力就是摩擦力 那么这个力呢 就是他的nomophores 法就是正向力 正向力 那么因为他是在这里滚动了 滚动 这个还有一个切出力 就是这个F 弹力 其实我们还可以画出一个 这个没有画出来 还有一个摩擦力 净摩擦力 就是他没有滑动的话 他有一个净摩擦力 有一个净摩擦力 现在我们呢 摩擦力是作用在这一点 刚才往这边 去的时候 摩擦力是朝这一边 那这个往这边走的时候 摩擦力往这一边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物体 我们就看他的纯转动 纯转动 执点做纯转动的话 那么他的力呢 力举 你看 normal force 跟friction 都是经过这一点 就没有力举了 只有这个有力举 就是 f elastic force 称之R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各位可以比一比看啊 那就是 alpha就是这个方向 alpha这个方向 这你要画出来啊 这个摩擦力要画出来啊 好 好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用到摩擦力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有个摩擦力啊 我这画漏掉了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f elastic 等于 kx 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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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常数嘛 是k嘛 它就是 ksr 好 ip 这一点的 这个物体 相对这一点的 转动惯量就是 原来这个转动 对直行的转动惯量 二分之一mr平方 再加上 所有的质量都是 集中在这一点 来对它产生的 这个转动惯量 就是mr平方 算是alpha 我们把这个 可以合并 变成二分之三mr平方 a over r 好 那这个式子 我们重新把它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大家都除一个r 这个r平方 就约掉了 r平方约掉了 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r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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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我 这平方 这个r跟这个r 正约掉 这个r没有 这多些的 就是二分之三m a呢就是d平方 x over dt平方 然后这个式子 就变成d平方x over dt平方 加2k over 3mx 你看 这一项正好是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另 omega平方 等于这个 于是就变成一个 标准的一个 减协运动 所以我们说 它直行的运动啊 是一个减协运动 那减协运动 它的脚频率 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它震荡频率 就等于2pi over Omega 把Omega带进去 就是这样 震荡周期 就是这样 注意哈 这一题 这个 有一个摩擦力 我没有画出来 画漏掉了 好 我们用几件人 守恒的原理来看 你看 这里有个fs 但是图上漏掉了 你看 它所送的外力里面 mg fs n fel 这两个是保守力 n跟fs 是非保守力 好 那么非保守力 所做的功 就是这两个力 做的功 这两个力 做的功 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 normal force 跟位移 垂直 然后 static friction 它没有位移 所以没有功 等于0 就是这个 因此 这个系统的 机械能守恒 机械能守恒 那我们底下 就可以列出 这个机械能守恒的定律 的式子 你要列这个式子之前 你要考虑这些因素 要考虑 你不能不考虑 就是说 机械能守恒 你看机械能守恒 任意一点 它的转动动能 加上任意一点 就是它拉长一个X 它比它原来的长 假定原来长是L 它现在拉到这个长度是L加X的时候 那它的卫能就是这个 动能 这是纯动能 纯转动动能 加上卫能 弹簧的卫能 等于总能量 这是一个常数 我们把这个IP带进去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你看这个 2分之1加1给2分之3 对不对 2分之3乘4 2分之1就4分之3 加2分之1个KX平方 这个R平方越掉了 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把它 左边跟右边都对时间作为分 这个2成长了 就变成2分之3 MV平方 DV over DT 加KX2跟2越掉 DX over DT 好 那这就变成2分之3 M 这个V跟DX over DT 约掉了 因为DX over DT 就是V 就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这变成这样子 那这是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定它 对于Omega平方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减歇运动的标准的式子 所以圆肚体的震荡 是减歇运动 你看到这个式子出来 你就可以说 这个震荡是一个减歇运动 那震荡的周期呢 就是等于2π over Omega 就等于这个 OK 这是刚刚那个例子 你要注意这个药领在哪里最重要了 动力学的药领是什么 你用肌腱的手痕的药领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 绝对要注意 你要学就是学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好 现在这里说有两个组合 一个物体 假定这个 它跟这个镍之间都没有摩擦 它有两个弹簧连起来 一个K温 一个K2 这个是弹簧 K温在这边 K2在这边 这个是固定点 问这个组合 它的立常数是什么 就是它的等效立常数是什么 这样的组合的等效立常数是什么 好 现在我们来解 原先平衡状态是这个 就这两个弹簧都没有伸长 也没有缩短 那这个地方的X就是X等于0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物体 向平衡点的左方 我们把这个拉过来一点 拉到这个位置 就是弹簧压缩的一个 Delta X的位距离 好 这个压缩的时候 我们找定 第一个弹簧压缩Delta X1 第二个弹簧压缩Delta X2 那这个时候呢 物体所受的水平合力 这是压缩的力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说 物体所受的水平合力 水平合力 就是在这一方向 你把它压过来 这个弹簧会把它弹回去 这就是弹回去的恢复力 这恢复力等于什么呢 当然也是朝X方向了 我们假定大小是X 大小是F 方向是X方向 那么F等于KX Delta X Delta X就是总的量 就是从整体来看 好像是说这个物体 往这边移动一个Delta X 然后呢 他的立场是K1 是K 这就相当于啊 你看 这个力是 他对他的力 相当于什么力呢 等于这个K1 往外弹的力 也相当于K2往外弹的力 因为这是一体嘛 这是一体嘛 你这里 就是说你 你把它推到这里 你还不放手 那这个弹完就要往这边弹了 这两个都有力了 两个都有力了 那这个力啊 因为这个都是平衡状态啊 在这个时候他不动啊 所以呢 他的合力跟他的合力都要等于零啊 那因此呢 这个力 他所受的力 他的弹力跟他的 往这边的力 下降要等于零啊 因此这两个力啊 K1 Delta X跟K 这两个是大小相等的 大小相等 那么这个是一个一个看 一个一个看 那么整体来看呢 就是K乘上这个 因为Data X Data X1叫X2 那么我们现在 从这个式子 这个等于这个来讲 我们有K1 over K2 等于Data X2 over Delta X1 这个One 1 那么我们这个加个1 这个分数加个1 这个分数也加个1 那这个通分就变这样子 这边通分就变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得 我们就得 这里乘一个K1 这也乘一个K1好了 这乘K1就是这个 这个乘K1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呢 K1 Delta X1等于F 于是我们就可以 可以有F等于K1 over K1 K1 K2 over K1 加K2乘上这个 这一项 我们把这个当作K 于是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KX了 这就是Data X了 所以这个K呢 就相当于这个 它也就等于K分之一 K分之一等于K1分之一 加K2分之一 那这个就是这个 组合这个系统 它的等效的立场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成 好像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串联 串联就好像我们电主 各位学电学者很 比较熟悉 电主的并联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串联就相当于电主的并联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很快地把这个讲完 这原来的样子 然后你把这个往这边拉 拉一个Delta X 拉一个Delta X以后呢 那么 左方就缩短一个Delta X 右方就伸长一个Delta X 那么FX呢 F1等于K1X F1 你朝这边 我看 这是往这边 往这边拉 往这边 这个伸长 这个缩短 所以这个往回拉 是这么大 这个往这边 张开 力量这么大 所以合力就是 这两个的合力 这个物体的合力 就是这两个合力 那么我们假定 它是等于一个物体 接在一个K上面 那F就等于KDelta X Delta X就是原来这个X 那从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里比较这个 就晓得这个K呢 是等于K1加K2 像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的话 它的K就等于K1加K2 你也可以把这个谈判 接到这里来 两个这样子接 K1 K2 情况也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健全运动 我们就介绍完毕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讲波动 波动 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 我们下课到这里